評委你好 針對那個目前的基策跟北北基的問題 第一個部長你為什麼允許台北區域做北北基的這個基策的連招 台北市北北基他自辦基策 這是在前任部長任內核定的 不是我手上核定的 對那你認同嗎 我支持 你支持北北基 對 所以你一國兩制這是你允許的 一國十七制 因為十七個招生區都有不同的招生辦 是這是有什麼法源還是你個人的政策主張 教育部主是辦理基策統一考試而已 那不說教育部啊 這只有台師大 這只要有台師大的新設中心來辦就好不需要教育部 因為在一個新設中心 如果你說你只負責考試這件事情的話 不需要用到教育部這麼龐大的資源 不需要 你既然你那你對於你講的這個 呃成這個呃對於 呃國民教育的這個平等性 那你這個政策目標就不可能落實啊 你是逼著我們中南部的所有台北市以外的 跟中南部沒有關係 對跟中南部沒有關係 所以我以後我東南我中南部也可以搞一個 我高雄屏東 呃台南 可以 那要你們教育部幹什麼 為什麼你認同 教育部本來就是協助地方 地方有需要我們幫他們 那不需要辦基策了 為什麼你要辦基策 你基策是要補足 各行政區域的連招 就是說到底是基策為主體 全國的基策為主體 還是你的政策主張 是所有全台灣 十七個你說有十七個啊 二十五個縣市 十七個招政區 各自連招 這是你哪一個 你的政策方向是哪一個 本來十七個招政區 所以說從你吳清基吳部長聽好 各位在座媒體先生聽好 吳部長他認同他的政策主張 是廢掉 不是廢掉 就是支持 有一天會停辦 基策會停辦 基策會停辦 對 改為協力測驗 協力測驗 那你要叫我們學生怎麼辦啊 就美式入學啊 舍年國家美式入學啊 那還是得有升學的問題啊 美式入學有的就不要考試啊 有了就不要有考試了 那你又有明星高中 那我們對於沒有辦法上明星高中 這百分之三十的怎麼辦 明星高中到底怎麼考 我們會再找地方來談嘛 我說只能做一個亂式 不會啦 大家都有經驗 經驗亂 我們經驗嘗試亂 招生本來是各縣市的事情 各招生期的事情 不是教育部的事情 招生 哇 這個我今天真的非常訝異 本來十二個十七個招生區 主任委員都不是教育部的人 是 所以你會廢掉 那你什麼時候廢掉北北基啊 什麼時候廢掉那個全國聯測啊 聯測 我們只是基測 基測你什麼時候廢掉基測 你有政策 你既然那麼政策 而且那你要不要同一天 現在就是過去也是 招生區就是十七個招生區自己辦 只不過是考試 我們找新車中心幫他命體而已 教育部只扮演這個角色 分話都不是我們事情 報名不是我們事情 哦 是這樣子 我覺得你們可以廢掉教育部了 先生教育部沒有工人嘛 教育部不是只有辦考試 教育部功能太多了 對你那你們那但是你們除了經由考試來培養人才 這是培養人才的一個手段嗎 不考試也可以培養人才 免試也可以培養人才 好好 OK 我今天最主要重點是針對高等教育哈 是謝謝 那高等教育的部分 我們有高等教育白皮書嗎 我們 高等教育白皮書有嗎 沒有 那你們今天在檢討什麼 你們的基策你們的評鑑制度 在評鑑什麼 你沒有願景 就沒有政策 沒有政策就沒有政策工具跟法令 那你既然沒有願景 那你們今天檢討什麼 教育部本身就有這個 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 裡面就有高等教育 沒問題 好那你的院長你的報告書內 我不敢問你啦 因為你也沒什麼願景啦 你的報告書內的高等教育的願景是什麼 高等教育一流的大學的標準是什麼 提高教育的競爭力 提高教育的品質啊 提高教育的品質啊 更好的教育環境 好 OK那你說到要有一流的大學 那你是什麼產生啊 一流大學我們這幾年都不斷的補助他們啊 然後呢 有推動五年五百億 然後呢 有經過教育 但是保說批評啊 那個詞都沒有啊 消互憑見 不會不會 不能這樣講 那種批評是有點比較不客觀 如果你講的是政策工具 而不是願景啦 部長 是 你講的這個大學的教育的願景是什麼 你期待的一流大學的這個圖像是什麼 我們的大學你若一本期期待的大學 第一個他能夠自主 好大學自主 現在駐投校育基金有給他了 好 對你講的還是手段的部分嘛 說你的層次不夠高嘛 你講的都是政策工具的東西嘛 我們希望他自主 現在的大學有什麼困境 第一個什麼案子都要你教育部合 但是合下來之後呢 如果說他有什麼理念政策要主張的時候 你要做一些政策的教的一個建議的時候 校長又說 對不起我這個校園自主 所以讓校長的自己任由校長自己去發育 你們也管不到那個合是要行事的合 那再來我們的所有的大學的系統 是比照公務系統 我們的行政的那個會計 人事 政風是行政單位下去派的 所以他們的思考邏輯 他要去做內控的機制 對於校長跟所有行政系統 校園行政的 他是以公務系統來做監督的 所以當然自主 所以才會發生 有一些很荒謬的 這個案例產生 包括就是說有些 這個剛才發表今天一月 萬能科技大學的學生 他為了成立意義性的做這個這個進座抗議 被學校開除 或者是說某些大學 這個都在 這個已經透過申訴管道還給他公平了 我講的等等東西 就是說你的內控大學現在來講 他沒有內控機制 他講校園自主 但是他沒有發展的空間 但是他有甚至管道還還給他公平 所以說我說大學的願景是什麼嗎 你講不出來嗎 我可以講啊 你要我講我就講啊 你講的都是政策工具 要講一個校務基金 因為我被你足形打斷啊 你給我一分鐘兩分鐘 我就好好的 那你講吧 我想大學是培養人才 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一個場所 大學希望能夠有好的教學環境 包括老師的教學專業的住址 包括學生能夠優質的學習環境 然後你在整個國際的交流 在整個國內的辦學 都能夠提供他更多的住址環境 目前像成功大學 像這個金門大學 已經完全讓他住址 法人化的一個一個一個試辦 如果試辦好之後 將來全部大學法人化 我們教育部都不必管 法人化已經失敗啦 過去已經講說失敗啦 還沒做還沒做 已經失敗啦 還沒做啦 還沒做 現在成大跟這個金門大學 才第一年要再試辦 所以不會的 將來他法人化之後 那你想到國際化 好你講到國際化 你講到國際化 你現在是所謂的國際化的學生 國際交流 國際交流 包括外生 包括喬生 你現在外生的比例是多少 是哪一個國家比較多 東南亞比較多啦 東南亞比較多 沒有 這就是你所謂的國際化嗎 那逐步走出去啊 那明年我可以告訴你 所謂的國際化叫做大陸化 因為你們大陸化 大陸 所以你到底希望優秀的這個人才能夠讓我們國家能夠就學 那你這個不是東南亞化就是大陸化 這就是你所謂國際化的品質嗎 國際化的圖像嗎 有很多幾千個人在台灣啦 部長我告訴你啦 在這個高等教育部一定要開始啟動願景的檢討了 從八十三年 這個我們如果說410的遊行 已經到現在已經十七年了 如果從一九九六年開始開放 這個技專院校升格為科技大學 也有十五年的歷史了 高等教育的願景 至少不管怎麼樣 這數十年來是有願景的 但是在你這邊還是我看不到願景 我們只是 所以說你應該 所以高等教育的願景是什麼 我在這邊啦 我很遺憾 我說畢竟是這個中研院還是中研院 我在跟翁院長啊 翁啟會翁院長在質詢的時候 他就很坦白的承認 他就不會像你這樣亂拗 他就承認說 我們國家的願景 是他們所有在這個高等教育這些當中 知識分子 他也認為說應該要啟動檢討 所以他們動作也很快 在我咨詢完後 他也啟動了 這個高等教育願景白皮書 開始了 做相關的座談規劃 至少在今天為止 在上個禮拜為止 我這個咨詢完後 昨天經過了兩個禮拜 馬上跟我回覆 他們的規劃程序了 那我今天還跟他要求 我說拜託你們一定要 之前教改為什麼會 會失敗 是因為跟行政單位 理想跟行政 不能算失敗啦 你不要打斷我嘛 對不對 我在質詢啊 那我就跟你講說 我的建議是什麼嘛 我還跟他要求 我說但你啟動這個 不過一定要跟行政單位 每一場都一定要要求 教育部或者是集 不是或是集 各縣市政府科長級 啊的教育行政人 人員出席 你才有辦法 在這過程當中 形成共識 而不是說變成 我們的理想跟政策 目標跟政策 手段是有落差的嘛 這個中間是我們之前 為什麼到現在 一般民眾 都不滿意的原因嘛 所以我就說 人家翁院長 不會是國際級的 的院士 跟長理 他不想亂拗 他就覺得說 這個確實是我們該檢查 我正確要辯護啊 因為有些辯護 我一定要辯護 你要辯護 你可以為了你的預算辯護 現在教育部 叫教育預算執行部 我們的高等 我們的這個 這個 我們的這個國家教育中心 他只做 兩件事情 一個是各國中小 我們的 這個測驗 的一個規 這個課程的規劃 跟執行 以及教師的培養 整個 偌大的行政院 我真的找不到 一個可以真的討論 教育願景的 一個單位啦 所以說 第一個說 高等教育的願景 是什麼 當你不能確定 你只是跟我講說 政策工具 那個是最roll的 roll end的部分 你來跟我講說 你的教育願景是 我們的教育基金 有下棒 我們的五年五百億 有下棒 這不是笑死人的 我告訴你院長 部長 這邊的叫我們各 各政黨 各委員會的這個 教育 鑽育教育的助理 都比你熟 每一個環節都比你熟 你跟他有什麼不一樣 我真的看不出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是價值的領導 第二個就是你們破例的執行 弱子你的價值 今天是沒有 今天整個教育部這個是沒有的 你是看到部分 如果全面了解 應該你的看法不是這樣 我希望有個時間 讓我們跟你說明一下 我要跟你約不到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黨派色彩 本人跟你辦公室約約不到的 只好我退而求其事 我找你們的次長 另外一位次長 林聰明林次長 我才退而求其事 他找你找不到的 我要認真的跟你談問題 我認真問題要跟你談 是部長約不到的 這是題外話 所以你要談 你也忙得要命 連延長壽都說 他跟你談說他也很自話 那我要講誤會 延長壽的 民主跟民主沒有也要有時間 所以我就說 但是我還是跟他談了二十幾分鐘 本席都跟你辦公室約 沒有結果 你可以去查看看 本席是跟你講願景的東西 可以的